看一下,三個禮拜是第八次上課 所以今天是第九次啦 總共我們有14次上課 所以理論上會上到過年的後一週 好像會跨過年之後 好像還有一次最後一次上課 那今天的話呢 大家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最後是講到 就是V6函數的查人事考評系統的類型題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做了起題 像011的苗栗和宜蘭的總人數 那我們主要是利用內建的函數裡面 用Sumif來做 Sumif的話你其實可以用萬用字元 就是不管苗栗開頭跟宜蘭開頭 所以有個禍 那禍的話可能要做兩次公式 那假如說如果你用VBA把它改寫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就是把 同樣這個問題 如果我假設不是用Excel裡面的公式來完成 而是用VBA來完成的話 那大家要怎麼寫這個層次啦 那當然如果你在Excel裡面 因為VBA基本上 對大部分同學來說 是相對比較陌生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一些層次不會寫 當然我前面有講過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用錄字去期的方式 用錄的 另外一個方式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上個禮拜有示範 就是利用了什麼呢 利用那個ChargeBT 可以用那個 就是AI的方式 你可以問AI 跟他把你的問題 跟他詢問 比如說我好像有寫了一個範本 你們可以查閱一下 就是 你可以問ChargeBT 然後呢 當然你問題你不能隨便亂問 至少你要有一定的規則性 但是也其實也不需要太 想的太詳細我發現 然後呢 他就會幫你把對應的程式給寫出來 那當然啦 其實除了用那個ChargeBT之外 其實Google也有另外一個 那個AI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叫做Googlebot 但是這個Googlebot所產生的程式 好像比較不理想 發現ChargeBT目前還是相對是比較好的 那當然除了ChargeBT之外 其實還有那個 微軟它有那個Beam 那個Beam流氧 就是那個 它的流氧器裡面有那一件 那個聊天機器人 它用的技術呢 也是用ChargeBT 而且它用的版本更新 今天你們也可以不妨試試看 然後呢 我其實 上個禮拜主要就是 利用那個ChargeBT 它給我的程式 但是它的程式 其實有一些問題啦 哪些問題 就是它的程式相對沒有那麼精簡 它寫出來其實程式蠻涌長的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做了一些動作就是 如果把那個ChargeBT寫的程式 你可以用我們比較能夠理解的方式 去把它重新改寫 甚至有一些不需要的程式嘛 其實是可以把它刪除的 那至於哪些是可以精簡的 哪些是可以刪除的 那上個禮拜其實都有講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那個 利用AI幫你產生VBA這件事情 也有興趣的話 其實上個禮拜我覺得重點應該 你主要是講這個 花的時間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還 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很快的把程式寫好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假設你可以利用AI幫你產生程式的話 那真的是可以減少你很多的那個力氣啦 不然說真的你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想那程式怎麼寫 那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而且現在很多的工程師 包括資深的工程師 他們也用這一招 哪怕是他自己會寫啦 哪怕是他自己會寫啦 但是他問題是 自己要想還是要花力氣的 所以有的時候 導呼爐怎麼樣 就請那個竅竅力幫你寫 那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範本 然後你有一個架構 然後你再去修改 有的時候可以節省還蠻多的力氣的啦 OK 另外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那邊就是上個禮拜講的一個第一個重點 就是利用AI寫VBA的層次 那並且把它精簡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 針對那個 第五個單元裡面 有一個叫人事考評的管理系統 它主要是利用一個函數叫V的函數 那這個V的函數的話 其實這個V V指的是 應該是 它的英文也要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那Lookup是查詢 也就是說呢 垂直方向查詢 什麼叫垂直方向查詢 就是你的資料一定是從上往下放的 也就是最上面一些藍的名稱 有沒有 然後一直往下放就是它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一直往垂直方向放 所以啦 顧名思義 那有V垂直方向 那有沒有水平方向 當然有 有的時候啊 但是現在應該是比較少這種表格啦 那個表格是說 它的欄位名稱不是在最上面 而是在最左邊 有沒有 從左邊然後一直往右邊放 也有一些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好像要少一點點 以前我記得 舊的資料 有一些是水平方向放 那如果你是水平方向放 你要水平方向查詢的話 那也有一個函數 它叫H-LUGAP H的話就是 就是什麼 H就是水平 它應該叫黃光頭 就是水平方向的查詢 不過 內寫好像用的比較少 所以以後你看到什麼LUGAP 反正意思就是查詢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函數就是LUGAP LUGAP就是查詢 LUGAP就是也是跟它講 你要查哪一欄哪一欄 也可以把資料查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查資料 那就LUGAP相關的函數了 新的版本還有XLUGAP X的話指的是 不管縱向橫向 反正你只要給它相關的參數 但問題那個是要最新的版本 才會有XLUGAP的這個函數 舊的版本 我看我們這個版本好像沒有 沒有就沒辦法了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範例 把它完成 那我們大概做了幾個動作 包含就是說呢 我利用什麼呢 我要查這個單位 單位根據哪裡 根據的是它的編號 編號裡面的108 有沒有可以把它查出它的單位 那這個108跟它的實際上的名稱 那我們可以在單位的這個表格裡面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這個表格 第一欄一定是它的代號 第二欄的話呢 那就是它的名稱 那這個表格 它已經在公式裡面有個名稱官員 那這邊其實已經幫我們把那個單位 有沒有已經預先 幫我們把它先建立好一個名稱 所以我們將來只需要按F3 就可以把那個名稱找到了 但是未來如果假設這個名稱沒有建立 你要自己手動建立 OK 它不會自己建立 那只是因為這個題目翻譯檔 已經幫各位先建立好了 所以有些可以先審閱一些動作 所以我們是利用什麼 V多元數 再加上MID 所以先用MID先抓出108 再用V多元數去查詢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單位是指向這邊 然後把它這個對應的名稱把它抓過來 所以V多元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是主別 主別好像是第七個字 有沒有就是A 或B 或E 或C等等的 然後這個的話是主別在這邊 主別是A B是這個名稱 B是這個名稱 所以我們一樣把這個字先切出來 算是MID 再利用V多元數呢 去把這個主別的對應的實際的名稱 把它轉換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V多元數其實就是把它的代號 或它的編號 轉換成為它實際上的名稱 用處主要在這裡 那你們可以發現 這個V多元數呢 它有一個特點 它一定要一個table OK 也就是這個table 如果假設 你要針對某一個表格 去查詢資料的話 那用V多元數是覺得OK的 這個第一個 一定要一個對照的表格 第二個文化就是LugarValue LugarValue就是它能夠查的 一定是這個表格的第一欄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要查的資料 它不在第一欄的話 那很抱歉 你就不能夠用V多元數 因為常常同學說 我為什麼不能查詢 我一看 你的資料不在第一欄 那當然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 如果假設你要查的話 如果假設那個資料不在第一欄 那你要想辦法讓它變成第一欄 那就可以查了 OK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它V多元數的一個限制 OK 那其他的 查的話一定是查第一欄 因為相對於第一欄 隔壁這個是第二欄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三個參數就是給什麼 你要查的是把什麼資料帶回來的意思 那COL就是COL的縮寫 欄的縮寫OK 這個指的是要不要找接近的 也就是將來如果你找的是A 那如果這邊沒有A的話 如果假設是0 指的是說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那如果假設沒有A 就是這邊假設沒有A這個 它會幫你找B OK 可是前提是你這邊一定要跟它講說要不要 如果你假設是0 0就是不要 如果是不要的話 假設找不到A的話 它就會出現 叫做什麼 常看到 幾根A有沒有 緊訊息 然後一個N有沒有 然後斜線A嘛 它跟你講說 找不到 那如果假設你把這邊改成1的話 它就會幫你找接近的 所以Range Lookup這個參數 其實就是要不就是0 要不就1啦 不過一般就給0 那就是 如果找不到你不要 找接近的不要 不然的話如果 找不到 你可以再塞一個東西給我 那我會不知道說 到底是不是發生成是錯誤了 那其他就是升等 升等的話是 1 不過1的話會多一個動作 就是轉型 把這個原來的 1轉換成 數字1 因為呢 假設你沒有加這個Value的話 它得到的是 魂字1 那跟對照表裡面的數字1 兩邊不合 所以如果假設是這樣 你會發現 緊跟A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如果假設你要讓它變正確的話 那很簡單 就是在 文字外面再包一個Valu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是把這個Labs 外面記得喔 如果假設你要把那個數字 轉成 把文字轉成數字的話 那就透過Value函數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 以路滿多地方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而且喔 而且喔 有的時候你看到以為是數字啦 但實際上 你是有不認為 你是有看起來 你明明給我的是一個文字啊 所以你就有跟那個一個數字比 那我一定跟你講說不一樣啊 那你說我們看到是一樣 你不能以你你們看為準吧 你要以那個 因為你是靠它嘛 所以你要能夠用它的邏輯思考問題喔 你不能說 為什麼為什麼 像同學常常一直問 我說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吧 你要能夠想 你是有它怎麼幫你解決問題的邏輯吧 那個規則 你要記它的規則 不是記你的規則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滿確定之後 那就查到了 所以一二三 這三 然後再加上平均 平均的話你可以用平均 或者除以三也可以啦 那我們上個禮拜好像就是用一個 先查一個之後 然後再平均 然後把它平均啦 所以這個可以用平均 或者你可以把它相加除以三 答案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 把這個乘七 有沒有 這邊的話是 這個乘七乘0.3 這個是追三乘0.3 那這個乘七乘0.7 就是它的比四乘七 那最後合計 合計的話就是 這個乘七乘上0.6 百分之六十我們用0.6 然後這個乘七乘上0.4 OK 那如果假設啦 因為如果 你我們上個禮拜是沒有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不過這個節目實際上 它是希望我們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讓它可以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目前應該已經是第一位啦 如果但是如果假設你要精確的 讓它變成一定是小數點第一位的話 那記得你這邊可以把公式間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一個函數 如果你要取得真實到小數點第一位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Round函數 OK 那這個函數的話 理論上我記得應該是放在這個數學與三角函數這邊 然後它的名稱在Archetto Round 那這個Round函數就是說呢 它會幫你做四捨五路的動作 OK 按確定 我們可以把公式貼到這邊來 OK 然後它應該會取得83.44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你要取到小數點第幾位 如果你輸入1的話呢 就小數點第1位 OK 他就得到83.4 那如果假設你取得0會得到什麼 0的話就整數 OK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1會怎麼樣 -1的話跟各位講 -1的話就是把各位數捨棄掉 OK 所以如果你是-1得到多少 80 OK 那如果-2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 -2底下會出現 因為他8進位了嘛 那就變一半 OK 所以這邊注意喔 以0,0的話就是整數位 那如果1的話就是向右邊的那個 就是小數點的位數 那如果-的話變成整數部分 各位跟十位數 OK 那所以我們把它輸入1就可以了 那記得用Round 那Round的相關還有很多函數 像什麼RoundUp RoundUp RoundUp就是無條件進位 RoundDown的話呢 就是無條件捨去 OK 這個相關的函數 我想你可以試著玩玩看 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用Round.EQ 分別把這邊給做完 OK 那今天的話呢 當然後續我們是把這四個工作表也全部做完了 而且讓它向下填滿 這上個禮拜做到了 那今天的話我是希望說 最好是可以把它變成VBA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每一次做一次也滿浪費時間的 那所以我們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1 2 3 4 5 6 7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希望呢 可以寫出一個這個程式 按下清除可以把這七個欄位之下全部清空 我demo一下 要不要清空對不對 那我希望能夠按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它又可以把七個公式又幫我輸出完畢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很方便了嘛 也就是假設你資料更新的對不對 那你不用做了 你就按個按鈕 有沒有 清除掉對不對 然後再把資料重新再輸出公式 OK 而且最好是可以 不是只有做一個喔 可以跨工作表 也就是我按下一個按鈕 它可以幫我把從住專 領主 辦事員到助理員 全部都完成 OK 清除也是一樣 不過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跨工作表 OK 當然我們野心沒有太大 我們足以來好了 我們先一個搞定了 再去思考多格 OK 不然的話呢 你一個都做不好 你想多格就一定很容易失敗 OK 再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清除 考評 上禮拜這個 我想你們就是把上禮拜的範例打開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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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